但是我還在騎 還在騎 阿嫂要出力了 你要先把我帶你去嗎 要更騎 你現在就不騎 先駕好仔才開始 好 駕好仔 對 駕好仔才開始 駕好仔才開始 好 我在旁邊是都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好 我在旁邊給你看 你怎麼看就好 好 因為我們照臉 要讓他臉曝光 那名字大概就要寫 你讓人看到有要緊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樓梯 樓梯 好 這樣我們曬回來 朝我的方向 朝我的方向 正一點 好 基本上他 因為有這個中風的病史 所以他有換側 單側的偏袋 所以他 基本上 這個部分他沒有辦法 有很好的使力 然後肌力也不足 然後甚至有一些張力的問題 造成他有一些關節 上面有軟縮的問題 所以他行動上面 變成要常常 就是跌倒後 變成常常臥床 那在針灸的處理之後 讓他疏通他這個經絡的氣血 所以可以導致說 他的肌力可以提升 然後有緊繃的張力的部分 可以放鬆 然後整體身體的能量 精氣神也會比較提升 所以他會有更多的體力 來做下床的一些復健行動 或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體力 都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基本上對他 臥床的狀況 可以很快 在我們的治療之下 可以讓他坐起來 坐穩 然後甚至進展到 他可以來靠助行器 來做行走的這個行為 我們說不通折痛 終於說不通折痛 所以長期臥床的病人 或是半側偏攤的病人 他們常常會有身體歪斜 或者是說循環不好的問題 所以隨之而來 就會有很多痠痛的問題 那拔罐的部分 主要在處理這個部分 就是讓他的一些 經絡的氣血活絡以後 然後不通的狀況可以得到改善 改善了以後 疼痛就會隨之就是得到緩解 那拔罐的狀況 會根據他的疼痛的部位 或者是說他經絡 氣血不通的位置 來做調整 然後我們也會根據他 就是拔罐以後的效果 來做評估跟調整 然後這樣子可以讓他整體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改善 改善他痠痛的問題 然後可以讓他就是 不要因為這個痠痛 然後不敢再去做更多的活動 或者是說更多的復健 不然兩期臣兩期臣 現在自由起床了 這樣時間多久 欸? 差不多兩多久了 沒多久了 沒多久了 所以本來都在我們村這裡 把你尊敬 對 現在來這裡兩國 你已經發脾跌了 對 有發脾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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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跌了 自己有信心嗎? 有 有 有 你把你都不知道 你站起來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在幫你把來 他的其他地方也有受傷 我站在上面 很快小心 然後通常頭皮比較敏感 所以他會覺得有點疼痛 嗯 再一次 然後因為他 會有一點點 我們說落感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 脫 那個 脫胃 好 不是四間問題 聽 但是我們 個人這樣子看是看得出來 他這個都會比較有一些 粉紅的感覺 剛剛是整個腳是很黑 好 從他的 罐的 這個 粗砂的顏色都非常的淡紫色 就很深 然後很黑 現在會比較好 然後 西周也會比較快 不會在身上留那麼久 他日常需要的一些復健的工作 或是說 正常的生活起居啊 既然可以照顶色 靠近 那他 啥子 有多嗎 那他 有多 魚 魚 魚 嗯 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